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人砍酒 有人品酒 而其实大家都在喝酒 而最后都是会喝醉酒 但究竟你知不知道自己喝了些什么 而喝酒是否为了求醉这么简单呢 大家好 我是香港调酒师公会主席侯徐生 作为一个调酒师 酒是会流动的艺术品 亦都是和人沟通的语言 而我的职责 除了看着客人喝醉酒之外 最重要的都是令到他了解和欣赏 放在他前面的这杯酒 而在《今早有酒》这个节目 我会和大家分享有关不同酒类的文化 历史和知识 大家记住收看 《My Radio》逢星期四晚九点半 有我侯锤山和台长主持的节目 《今早有酒》 《头翠山》 《梁锦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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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看那場很多人看 我聽說只是那場多人看 但反應起碼都可以 那些人都對那些gag或者場面有反應 但現在拍攝這些超級英雄 去到什麼狀況呢 看下去電影公司似乎都要找他們來救命 我想電影公司面對一個問題就是 由於疫情都不明朗 去到現在雖然打了疫苗 但仍然都控制不到 有些地方甚至有變種 現在疫苗都變成所謂疫苗 是所謂疫苗 原來不是發揮到作用 是擔心它有副作用 第一件事就是你作為一個電影人 你會不會覺得電影公司其實都在盤算 我們是不是要想另一個情況 就是如果現在這個情況是持續下去 那做商業電影怎麼搞呢 其實商業電影那裡 尤其是荷里活 其實我們香港都是 大家都已經在討論 因為這個疫情的影響 是我們已經世界變了 因為這個世界變裡面 我們怎樣從頭收拾這個舊山河 這個舊山河 香港更加嚴重 其中一個問題就是 你那個電影院本身 那你現在應該在短期之內 你不會回復一個可以是 所有座位都賣到飛的狀況 還有它有一個最慘的 就是因為有一個叫 已經習以為常 一有這個嚴重的那時候 就用叫停戲院 來做一個手段 沒有停了 這個手段基本上就是 其實人人都是這樣做的 我是沒有做錯的 但是這個叫做是 我忘記了一種決定 決定就帶來了 不會在戲院發生 這種叫做疫情傳播的案例 之前都沒有 他就在那一刻那時候 電影院他就會看 他就會有一個很大的憂慮 我們人類專家的時候 不是太知道 但是現在都會知道 原來他在戲院 你說停戲院的時候 他沒有觀眾 他們都說 他每天都要開他一開 放一放片 要運作一下 如果不是 就更加死活 死活 你不是停了它 停了它就可以了 機器不是這樣的 機器就是你停了之後 接著就啪啪都啪不著 你有沒有試過 嘗試得多 很多車都是這樣 這些就基本上 我們就在初期的時候 都看到這些東西都出來了 有些戲院 就簡直是 它裡面的那個 投射系統 broken down 這個危機之一 觀眾就停一次 就有這件事的效果 而很多時候 下令說停 但是你就沒有看那個業內的人士 他的損失 那他的損失 即是裡面 裡面 他算了一條數 的話 他們就真的 眼淚 心裡漏了 已經是 出來了 是很嚴重的 所以我們一定要去那裡 從事 你要去推行的一個 那時候 真的要小心一點 要考慮清楚 用很多不同的角度 麻煩 是真的人家靠他損失 生社都靠他 現在有很多行業 就 你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做過那些資料 不如我 見到那個學校界 是很嚴重的 很多的老師 真是說我頂不住了 我要走了 做不了 還有知道 有些學校 這樣的時候 也有些東西是維持不了 還有也都加上其他的影響 所以這種情況 就有一個 變成了 全球性 都在打倒 結果 對我來說 就是 跟沙士時期的女故事 或者什麼 事後你發現 處理不適 麻煩事先 大家認真考慮 那件事 那件事會好些 電影也是 電影現在遭遇這種危險 就是欠缺溝通 嗯 所以我們現在 譬如拍電影的時候 我們很怕 我們守住自己的崗位 但是最終的崗位 就是電影發行 和喜怨的那裏 如果它倒塌了 你拍一部片 沒有人看 沒有地方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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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倒在地生人網那裏 那裏 你就死硬了 你可以這麼高質素的科技 怎樣跟外國的質素看齊 那些 那些 我們就是落後 落後就落後 我們不想這樣看到這個結果 嗯 但是剛才我那個問題 就是 譬如這些 這麼公式化的超級英雄電影 即無論Marvel還是DC 會不會再拍下去 就無以為計 是啊 無以為計師不是拍不到 是實拍到的 是 但是你拍下去 有些導演已經在吵 譬如馬連城高西斯說 哇 你現在這些資源 基本上絕大部分 都放在這些片裏 是 他們是很不信的 是啊 對的 因為這個 我也有一個資深的經驗 這部戲你覺得很爽 我也覺得很爽 好 三個月之後再跟你討論 記不記得 你記不記得 我呢 我資深 你拍不到我 我會 怎麼都有些東西我記得的 我也記得 我也記得 我們那個時候 這個叫做 應有的一種 一種雜性來的 你要記住那些東西 然後有什麼 那種這樣 現在很多未必會記得 嗯 那你在那刻那時候 都會問你 就是語意心上來講 那你為什麼 那時候會覺得很經典 是 還有有時候 可能一分鐘 你現在回看 你看到半個小時 你關機了 是 為什麼呢 因為你當時的那種興奮 跟你跟著之後 你可能看多了幾倍 你就覺得原來 那種興奮 是 可能不是層次那麼高 只不過你趕時間 你那種就是 你 你 即 吃了覺得 很觀人性 還有是 雜細看 是 剛才我們講的很強烈的一件事 就是你進去看 人們嘻嘻嘻嘻嘻 是 那種感覺就會令到你 你對電影有另一個看法 是啊 所以這個就是 之前我們上個星期 你也講的那個 你也找回那個 我找到那個 叫原野雙紅牙 香港做的 你真厲害 我只記得大俠谷 大俠谷也是對的 因為台灣好像就叫大俠谷 哦 他真名都是 但是 香港叫原野雙紅 我心裡都是找回一些資料 是 不是 戲有個好處 就是這樣 他都是故意說 喂 你記不記得那個戲名啊 我看過第二印象都不太深 因為我都覺得很年輕 是啊 我講回 究竟發生事件 上個星期我們講鬼魯 是 在電影裡面 有一個角色 就是醫生來的 是 他在做一個臨吉的手術 他不斷問其他人 就是 你們記不記得有一部戲 就是馬林伯雲道 和 精尼高雄一起做的 是 坦白說 我作為一個資深影迷 我都不記得 不記得 不是我看了的 我看過的 但我都不記得了 我一想就以為 後面有一部 有一部 他都好像精尼高雄都有份 但原來不是那部 嗯 後來又看回 他就說 哦 是哦 他講義原野雙紅 嗯 還有一看回那時 就覺得 哇 要看回多一次 原來馬倫巴蘭道 在那時 1990年 他是很有型的 嗯 那個角色是非常之 他的型 因為他已經是老人牌 那時候 就是 李高順 一出道已經這麼老 那些造型是很正 有時候的電影 我覺得 就有好處 這部也是 有很多這些元素 其實勾起一些 叫做影迷 可能你曾經在戲院看過 所以印還會更深刻 或者你有時候 在影片都看過 他就是勾起你有很多記憶 那件事出來 還有那部戲的導演很著名 就是阿薩潘 是啊 一看完之後 我就立即打自己 原來 因為阿薩潘 是那個時代很喜歡的 一個美國的大導演 所以這些戲 譬如他就算是主流片 就算是一些叫做新派 講漫畫 英雄漫畫的世界 他撐著整個故事裡面 他還有很多這些內容 但是我覺得 都是有一種隱憂 就是我剛才說的那個 就是 他裏面做得怎樣的好 裏面 他裏面都是 一種叫做他們的技術 和知識的炎耀 但是去到最後那時候 他都是說出來的時候 就是 如果能夠令到你很深深感動 那些場面 你才會很深刻地記住的 那現在很多時候 譬如這些主流片裡面 都是獻缺了這種這樣的元素 原因是因為是為拍而拍 不是那個導演本身 對於那個題材本身 有一個很深的感性的元素去做 這些是不會騙到人的 這些是不騙到人的 譬如你看上次我們講鬼佬那些 你看到那個導演是 他是在思考這個問題的 他自己本身 他是在思考這個問題 都是提及這個問題 這些最慘的就是 你答導演是怎樣的 你說 No way No way 不找你 但這部一定會出現 你No way 不找你 找別人 總之這部電影一定會出現 但現在加上導演感上添花 James Gunn 令到現在的business 現在的工業是這樣做 但他們都知道自己都有隱憂 因為原創味不足 他撐著原創作者的那種品味 但不夠 他做一些戲劇的一種 你能夠找到一個叫 很強烈 例如你說 Arthur Pen 那個 雌雄大盜 最後那場死的那場 今時今日看到這麼震撼 由當時那時已經很原創 但現在你計算上來 都應該是用子彈用最多 現在是拍一個人 現在技術你拍得回來 但你拍不到那種感覺出來嗎 不是那幫演員還說 華龍比提那場未必能做到 非丹那衛 華龍比提那些比槍 萬箭穿心 那樣的效果 那時是很震撼的 其實這些戲 始終都欠了這些impact 那種令到你眼前一亮的元素 有很多天時地利的配合 例如演員本身 導演 還有 那時沒有這個鏡頭 我們看的時候是沒有這個鏡頭 現在都是多到暈 不過我們現在都是 做老師的時候都是教學生 impact 這件事很重要 他說你一定要記住這個名字 是鑰匙的 是一個keyword 你想到那時 你想到你都覺得很滿意之後 然後就馬上停轉去想 impact是在哪裏 你想到有些impact出來 impact最主要就是 你想到一種 是未出現過 好像剛才台長說的 未出現過 以前那些他未出現過 就是他們的天才 他沒有想到impact 但現在我們可以用這個技巧 你要做一個impact 下去你的故事那裏 無論是故事劇本裏面 戲劇帶來的impact 或者視覺帶來的impact 那你一講impact 那裏這部戲 你要找到impact在哪裏 你說那隻大海星是什麽 我們看過 他現在質感那些 或者覺得那些質感很正 質感是你的技術和錢 是做好出來的 但沒有那個叫真正的impact 那這種impact 其實新世代是需要一些新的impact 現在還有很多導演拍到一些impact出來的 那你會看到 比如這些主流片 最適合就是 有一些新的impact 他自己拿出來給大家看 但他自己又沒有impact 這個是最關鍵的 但你最關鍵的 這個跟錢沒有必然關係 是啊 沒有必然關係 對 這個就是你的那個思維 那個不是idea 是你的那個思維 你要去到一些很深入 很深入 還有那些人對你 有沒有一些特別意義呢 如果你有你自己找到那些位 跟你自己的關係 那個impact就更加強些 嗯 所以我們很多時候 就是 就是 跟大家講 就是你可以參考這些東西的reference 但你要找一個屬於你的impact 就出來 好啦 那你講完吧 差不多了 哈哈哈 即是要講的還有大把講 是吧 接過來吧 是啊 那我們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那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 好拜拜 拜拜